我们要做果酱 我们就是拿 看你是要拿橘子或者是柳蒂做果酱 我们先把皮 薄薄的 最好不要刮到白肉的部分 我们薄薄的把这个皮剥下来 薄薄的刮下来 不要弄到白色的这样就不会苦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刮下来的果皮切细 里面有果胶 好我们可以切细 然后果肉的部分 果肉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切细 把它剁成汁 剁成汁剁成酱我们要做成果酱 那再做成果酱 果酱的部分你把纸汁拿掉 你要去掉里面的纸汁 你要把橘子或者是柳蒂的种籽去除 去除只剩下果肉 这样同学有听清楚吗 只剩下果肉 只剩下果肉 然后再加热 再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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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进来 然后把橘子 看到的橘子飘出来 看到的橘子飘出来 所以刚开始我们就要先把橘子拿出来 好 来 我们 现在在做果酱 现在在做果酱 我们就是把果肉跟果皮拿出来 果肉跟果皮拿出来 剩下那个 对 然后果皮要弄细 因为果皮有很多果胶 果皮有很多果胶 我们利用那个果皮的果胶 果胶才会黏黏黏的 黏黏的 黏黏的 才会黏黏的 才会变成果酱 那我们要加一点加糖进来 我们要加糖进来 进去煮 要先把里面的果 种子拿掉 要把种子拿掉 好 不要 不要把这个 上半 好 好 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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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成的果凍 還有五大四個月子 這個就成的果凍 這裡就要七塊 一八七塊 好 好 好 這是最成的果凍 還有五大四個月子 把紙子這樣子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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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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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這樣 你一定要多切 你這個就切 不是這樣切 你要動作 你把紙子切 不是這樣切 你腰會弄到手 會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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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紙子拿掉 請大家先看 我們把紙子拿掉是這樣 在你類圈 把它劃掉以後 把紙子剝開 然後對 把 把內層 切開 這樣 你才有辦法 把種子 你每一個 乳丁乾 你做 這樣子 看它 不要這樣 然後弄到的 就把這個 丟掉 種子丟掉 好 好 好 可以 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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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最後 這樣 就是 還有這樣 讓感覺 精緻 麻糬 我覺得 我們要彈一下 就可以成熟 再 我 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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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的果醬不管是柳丁還是橘子 你要把它收乾 再加熱收乾 我們要把 要把這個 我們要做果醬的時候呢 我們是把它收乾 果醬 我們現在在做果醬 好 果醬就是 要把它的這個水分收乾 所以我們把 裡面的囊 裡面的囊呢 跟果皮 攪拌在一起 然後在這邊一直攪拌 它一直收乾 對 一直要收乾 收乾 好 要收乾 所以呢 我們中間 各位同學看一下喔 我們做果醬 我們做果醬 千萬不要加水 不要加水 直接把果肉 乾 皮 一起煮 煮 煮了一份啊 熟透了 加水 加糖 進來 哦 加糖 進來 哦 好 果醬 果醬就是這樣子 這個時候 大家注意一下哦 做果醬的時候呢 那個白的部分 盡量不要有那個白的 最大的一個 用果肉就好 那個白囊 你不要 白囊不要放進來 你做果醬的時候 那個白囊不要放進來 要不然的話就是這樣子 這樣會是一個敗皮哦 如果有白的 白囊的話 這樣會吃起來會比較苦 然後繼續 繼續 小火一點 我們用小火 用小火把水 收乾 把裡面的果汁啊 收乾 不要加水哦 果醬 不要加水 就是把果皮放進來 就是把果皮放進來 不要那麼出來 快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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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快快 快快 這樣同學了解嗎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呢 就做到這邊